中国女排最美女神,为何25岁就退役?高颜直言网友放话,要去追求她前段时间,有消息称,上海两名老将做出继续征战的决定,希望在职业生涯末期再去为总冠军奔斗,不过却有另外的消息传出,四川女排球员叶喜宣布退役,25岁就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,开启生活新的篇章,网友对于叶喜的决定感到非常的可惜。 毕竟以后在赛场上,就看不到她的身影了,有网友就疑惑了,中国排弹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,为何叶喜退役,就有这么多消息报道呢?主要是因为叶喜常德太漂亮,看过叶喜生活照的网友都认为,她绝对是中国排弹最漂亮的姑娘,其实换种角度也能够理解叶喜退役的决定。 虽然中国女排这些年的成绩非常不错,但是无论是关注度还是曝光度都不足,和她们所取得的成绩远远不匹配。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女排联赛中球员的薪资并不高,特别是对于这些个人能力并不是特别强的选手,可能也就刚够自己日常开销。 毫无疑问,叶喜的退役可以用放大来看,网友们也都认为有关部门应该给更多的扶持,让球员为自己的职业刚到骄傲,可以将全部心思投入到训练和比赛中,而不会为了钱而去发愁。 选择练习排球的球员多了,自然好苗子也会越来越多,是绝对有利于女排在中国更好的发展的。 当然,网友们也只能够提出自己的意见,或许考虑的因素也比较少,但是话是有绝对的道理的。 液气身高1米83,加上颜值突出,也拥有不少属于自己的粉丝。 除了四川队有网流外,他的粉丝们也不希望他退役,毕竟这样再看到他的机会太少了,还有些属于超级铁杆粉,留言趁要去追求液气,为他着迷,小编也不知道这是玩笑话,还是认真的,不过眼光确实非常的不错,之后也会持续关注液气的消息,希望他接下来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好,感谢你曾为我们奉献的精彩的比赛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